南瓜不要吵着吃了 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先将南瓜的外皮给修掉 然后对半切开 再将瓜瘾去掉 清洗干净切成薄片 放入碗中 放入蒸锅 隔水蒸熟 蒸好的南瓜去掉蒸汽水 然后倒进大碗里面 用280克 然后用叉子给它压成泥 放凉之后加入3克的酵母 25克的白糖 搅拌一下将酵母化开 然后加入250克的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拌一下 然后下手揉面 揉成一个光滑 软硬丝中的面团 因为里面有南瓜泥 所以稍微有一点粘手 盖上盖子发酵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发酵好之后 取出来放在案板上面 撒上干面粉进行充分的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 切成小剂子 将每一个小剂子放在案板上面 给它揉一下 揉成圆形 然后滚一下 再轻轻的按扁 揉好的剂子 盖上保鲜膜 防止风干 取第一个揉好的剂子 用擀面杖给它擀薄 包上前两天做好的蜜红豆 没有蜜红豆的话也可以用红豆沙 或者是红糖都可以 捏折子 给它包起来 折子不用特别好看 只要给它包颜色就可以了 封口 然后封口朝下 搓圆 轻轻的给它按扁 用筷子头 沾上一点清水 然后再沾一点黑芝麻 轻轻的按压在中间 给它装饰一下 全部做好 盖上保鲜膜 发酵大概十分钟左右 发酵好之后 直接将它摆进电饼盛里面 电饼盛不用刷油 中火来烙 大概两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然后接着盖上盖子来烙 每两分钟左右 给它翻一面 烙至时间大概是六到七分钟 饼的边缘按压一下 立马回弹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好的南瓜饼 无水无油 非常的健康 吃起来超级的柔软 非常的香甜 可以当做早餐 也可以当做下午的零食 南瓜里面含有粗纤维 可以帮助消化 所以可以经常吃一点南瓜 这样做好的南瓜饼 搭配上蜜红豆 真的是超级的香甜 营养又美味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宇 拜拜